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就著上一條影片 關於如何入手量子型 EOS 的時候 有觀眾也提及到如何可以賺到錢 就著這個環節,我們就分了三個部分 讓大家知道有哪三個途徑可以賺錢 第一部分就是透過關卡的難度 例如這個零零劇場版 分別有三個不同的難度 分別就是Normal、Hard、Extra 在Extra裡面,可以通關獲得的硬幣是$7500 如此類推,Hard的模式有$5000 Normal就有$2500 這個bonus在通關的時候 就會加成到關卡所獲得的總數裡面 就像這張圖一樣 而挑戰關卡裡面也有兩個特別的獎勵 分別就是過量擊殺獎勵 以及爆擊獎勵 這個也可以有加成在內 而每一次通關的時候 最後也會有派遣道具 分別有一個叫隱藏 以及Extra模式 隱藏的意思就是每一個關卡都有一個隱藏條件 只要達成這個條件 就可以獲得派遣道具 以及也可以獲得額外的金幣 就著派遣道具,我們可以再看看 名單裡面有一個叫派遣軍團 派遣軍團裡面也有不同的派遣任務 給大家選擇 他們有不同的報酬 有機體,強化配件等等 還有經驗值和金幣 而每一個派遣任務裡面 也會有一個推薦的條件 大家就要根據推薦的條件去解釋 選擇自己位派的軍團 然後下面有一個叫縮時道具設定 裡面就可以用剛剛通關獲得的派遣道具 減少派遣的時間 直接可以獲得這個報酬 另外,派遣可以派三隊獲取這個獎勵 之後就介紹機體方面 我本身的習慣會研究相應的機體 究竟還有沒有開發的路線 如果他沒有開發的路線 我就會把他賣掉 除此之外,大家都看到有很多官升者 官升者最主要的作為 就是將他提升到8級 升作突擊自由高達 原先官升者一部 就是要35900元 如果我們將他升作突擊自由之後 再賣出去的話 就有71250元 換句話來說 每一部平均可以賺多了35350元 當買完之後 再將官升者放回武藍上 這條影片就簡單介紹了 新秀最容易獲得金幣的途徑 下條影片也會介紹 究竟有哪些官家 是可以方便大家查官升者的等級的 如果大家覺得這類資訊有幫助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按個鈴鐺訂閱本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接下來 再見 請